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有馬爾 鏡花先生 上期說完Figure 又說了很多奇怪怪的東西 不要奇怪 先提醒大家 進擊之巨人9月15日 手拍位,19日就上馬 飛呀 飛呀 記得買飛呀 小年 不是呀,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不知為何他那張Polster有火箭炮 這個已經不是套彩的地方了 很民主的 究竟我們需不需要看完下半集再做多集呢 我們現在內部是未有結論的 那先看看如何 看看有沒有套租點 我看完之後告訴你 我應該充滿著套租點 都說這套是要有我們這些深厚的 即262 的基底的人才可以理解這套作品 不是這麼容易解讀到的 沒錯 好,講回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比較黃度 沒錯 其實我們今天主要是想講一套 舞戲 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Jump系的三本柱 大部份都開始進入了這個 我覺得有點衰退期 不要說 修結期 原來 One Piece有修結 原來我不知道 他都說不說 銀魂修緊 人魂修緊 應該開始結局賣中 要修結 是的 其實一些後戲 究竟有哪幾套是可以接下去的呢 我想有趣的地方就是 左於Jump 我們一陣都是說 這個黃度系的少年漫畫 就是熱血啊 友情啊 勝利那些 但近年比較紅的Jump 都比較少是這一類類型 即暗殺教室 是熱血友情勝利的骨子裡面 表面上不是這樣 你說漏了 是熱血友情勝利 魏良 魏良 他死亡不見之後 開始有些邪 算是邪到的角色 即是他不是很正派的 傳統的空間 你邪到過真人版 嗯 是的 我們今天要說的那一套 其實已經 人氣越來越紅了 其實在他的排位上 其實Jump裡面的排位 其實都越排越 平均線以上 都四五位 五六位左右 其實應該接著 都可以接到棒的了 差不多 雖然他連載了不是很多話 五十多話 是的 還有 還有剛剛說到 如果以Jump現在紅的漫畫來講 他比較 反而少有些 是一些比較黃度的 走我們少年漫畫 熟悉的那種節奏 熟悉的那種劇情的漫畫 我們要說的那套 就是我得英雄學員 是的 簡稱的人又叫紅英 這套 跟學校裡面的名字簡稱差不多 英雄類的作品 其實通常都分幾種 第一種就是 我稱為咬住金鎖匙出生 我天生就有很強的能力 很強的超能力 然後在某一個契機底下 我就成為了一個英雄 簡單來說 日本漫畫最流行的那個 我有血緣我超強 有些人分析過 好像胡仁的作品 他們的爸爸也是 不知道什麼 很出名的 這個血緣論也是根深蒂固 日本漫畫會有的東西 這個血緣論還有一個分析 就是我天生擁有一個能力 但是這個能力 是被全世界人認為這個能力 是一個垃圾的能力 這麼熟悉的 這麼像某國寶玉熊的 應該知道 很明顯就是很喜歡日本 很喜歡這種以弱性強 以小性大式的英雄 這種英雄其實你當是 好像輕小說裡面的 我們最佳的例子 就是 魔法禁書目錄 裡面當華的幻想殺手 這裡都有兩個分析 一是 就是這種能力 只不過是什麼 你們這個世界的人 看不透這個能力 這個能力其實 是可以屈掉你們的 這個當華應該是那種感覺 另一種就是 好像剛才有馬所說的 就是這種能力 他表面上 他不是一種很直接 很強大的能力 但是只要運用人類的智慧 研究對手的能力 因為很多時候 就不知為什麼 通常在那些作品裡面 那些對手 就因為對他們自己的能力 太自負 自負到的程度就是什麼 我是用火格 火有藥點嗎 我不知道 總之火球術就大了 不是嗎 他就原來不發覺 原來說 如果給水一淋一淋 那你就拜拜 那種類型的英雄就是 所謂叫做智慧型的能力者 不過都是屬於天生擁有能力 不過就是靠他自己的智慧身體能力 就彌補他的能力的不足 或者是配合到他的能力 就是魔法靈魂那種 魔法靈魂那種 魔法靈魂就是沒有能力的一種 魔法靈魂那種 他表面是最廢的 其他能力很屈的 就是靠他的智慧去運用 不是 他表面是有最強的能力 但他是沒有能力的 所以就靠他智慧去打贏那些人 對 另外一種我們剛才說 就是原本沒有能力的英雄 紅鷹這套作品就是 正正就是 故事其實他的架構就是什麼呢 這個世界在某一個時間點裡 突然之間 很多之後出生的小孩 都擁有了這個個性 簡單來說就是超能力 有些像X-Man那種感覺 只要出生那一刻 就已經與生俱來 他好像說是四五歲 檢測才開始有超能力 我與其說這件事 我覺得他是像美劇的Hill 每一個人都在某一個時間點裡 有一個power 是的 當然他這裡就說 其實是微團基因 因為是經過這個世代之後 他們刪出來之後的後代 是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年 不知道多少 都一定是有這個個性 即是他故事裡面說 大概有80% 裡面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個性 反而是沒有個性的人 是少數 不過很多人的個性 都不是很有用 可以說 如果套回另一套 當然不是很關於英雄事 就是破隱之劍 那個例子就是 所謂的無能 破隱之劍就是另一方面的無能 不過不要緊 這個不是重點 紅鷹主角陸谷 天生他是很嚮往成為一個英雄 即是他覺得 我一定要出人頭地 因為沒有出人頭地 他想成為他心目中的一個英雄 他覺得拯救人 是一個很有型的事 一個很嚮往 憧憬的事 是的 但是當他六歲的時候 就檢測到 原來他就是屬於 無能 不好意思 有沒有小一點的聲音 這個兒子無能 真的不好意思 即是他父母已經是一些能力 不是很高的人 即是父母可能會少少噴火 母母會移動少少東西 兒子更慘 連那些少少東西都沒有了 應該這樣說 父母遺傳是一種 但其實通常就是 個性都未必是關於父母事 只不過會有影響 有機會會令到 他的能力和父母近似 他好像也有提及過 有些人 跟父母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他現在大部份 他都會用這個機設 即是六屬出狗 這個主角 在六歲的時候 並定是真正一個無能 靈 我都沒有 即是他的靈 不是說是有些東西 但他完全是沒有 永遠的靈 絕望的靈 不是形容其他東西嗎 七九其實一直都沒有放棄過 他覺得他總有機會 可以成為他心目中的英雄 他也是這一類作品 典型的一種角色 因為他很向往英雄 所以他對每個英雄的能力 的了解 他是很深入地做了一本筆記 去研究每個英雄 含實不忌 究竟 怎樣 怎樣 運用那個人的能力 而這個人的能力 在什麼場合 什麼地方 發揮得最大 和什麼地方是最不利 即是他腦裏面 就是一個英雄的遺跡 他就可以靠這些知識 在不同的地方 怎樣打到他的敵人 或者知道 我用那個方法 去拯救人 其實開頭 沒有這麼誇張 開頭你只不過是一個 什麼呢 他只不過是一個英雄的粉絲 英雄集 他只是把英雄的三維 不是英雄的能力 所有東西的資料 去做一個本書 統計 統計他們出來 當然要入高中的時候 在這個世界裏面 就有一個叫做英雄學員的東西 英雄其實是一種職業 其實很多作品裏面 都有類似的設定 這種設定其實是 他通常都會走向同一個路線 就是說究竟 英雄應不應該職業化 因為職業化的話 其實 對很多人來說 英雄其實不是一個職業 英雄是一個 你一些行為 令到被人稱你為一個叫英雄 英雄是沒有一個實質 就是說 你總之 殺死了那隻巨狼 打死了什麼 又阻止了世界的危機 那些 英雄有很多定義 就是被稱呼出來的 不是你自己去說 我做這份工作 最簡單的就是 你可以做醫生 但你沒有說我做聖手 聖手是被稱為的 聖手是被稱為的 當你累積了某一些行為 而這些行為被社會公認 這樣就是一個英雄 但是英雄沒有 下一個英雄就說 原來你車禍裡面 夠了十個人被稱為英雄 然後他有什麼呢 有個人就說 看到車禍又去救十個人 他是不是一定被稱為英雄呢 他不一定的 這個是某一個行為指標 這是能力者和英雄之間的分別 可以說是 有能力的人 還有一個像英雄那樣的人 那這裡其實你說 很多作品都有這件事 我們其實會看到的 動畫來說 Tiger and Bunny 其實都是一個英雄為職業的單位 總之說 我有能力 然後跟著公司捧我 當然它裡面包含什麼 就是根本有偶像的意義 其實英雄學員也有少少 不過他也有這種概念 但暫時比較少說到這方面 都多的 其實每個英雄都為了特出自己 對 因為其實 有曝光率 在很多被稱為英雄的作品裏面 其實英雄不是一個量產的詞語 但現在可能 明天有學校都是量產的 沒錯 因為有組織 去說話 我們就算說的 《未來深藩會報》 或者《漫畫》也播了很久 《一拳超人》 它也有一個叫做英雄組織的東西 即使我們看上去一部搞笑漫畫 《行運超人》 有 《星際聯盟》的東西 對 也有頒獎狀 即是英雄的定義更加搞笑 英雄也是要考試的 其實跟這裏一樣 就是 你怎樣能夠成為英雄呢 就是 你要經過 你要進入《紅英》這間學校 你畢業 拿到類似英雄認證 那等同意還有什麼獵人之隔 《行運》裏面的獵人之隔 所以其實我看《紅英》 我也覺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雖然用這些 畫風就特地走美式 也有少許這些畫的元素 有少許美式的英雄的設定 但其實它骨子裡的故事 是很黃度的少年漫畫會有的情節 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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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學有同伴 有女兒 為何會 有女兒 這些就算不一樣 一兩國也要的 未必很多 多數都是兒子 在裏面 但很有那種 例如你剛說到Hunter 要考資格試 那你火影也要進入裏面的學院 我忘記了什麼時間 很多這些 連同一些設定 一定要有少少少校園路線 有同伴 有宿敵 有一些困難要跨過 然後成長 其實是很黃度 很多場校園 日親也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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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為什麼 紅鷹裏面也有 陸谷本身是一個無難射 其實他在他班裏面 鮑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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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顯是一個很攻擊向的能力 通常這些是廢獄 通常是炎獄 通常是炎獄 他如果不是主角 就會廢獄 對他來說 天生根本上是一個做英雄的 很適合的能力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 有些個性可能只是 生產系 我會變成筆出來 那你就死吧 難道做這個圓不合嗎 可以用字謀 我覺得很厲害 不過這不是重點 他可以無限筆制 無限筆制 那他應該是商業法 中原讀 那個不是戰場原來的嗎 沒有限筆制 當他們高中出路的時候 當然這個爆炎 他說 我當然要想 因為他們讀的普通中學 他想成為這間中學裡 第一個進入紅鷹 而出狗 雖然他知道自己 我也是沒有能力 去考到這個紅鷹 但他也想試一次 不死心地試一次去考紅鷹 當然在這個事件裡 爆炎就看不起 他有多爆炎 我想說 就算了 爆炎 看不起這個出狗 因為他覺得 你這樣彈散 隨便找個洞鑽就算了 你那些路邊的小石仔 想跟我高攀 那些廢人應該是由英雄去拯救的 不要站在前面 也是一開始第一集 看到他衝出去的時候 我們說的話 為什麼要出去自殺呢 你作為一個沒有能力的人 這些廢人 英雄站在前面 後人站在後面 不要多謝我 類似的情況 還是高一點 當然因為在這個事件裡 出狗就看到 現在當今和平的象徵 的英雄 其實他一直都很向往這一位英雄 其實他 被他救了 都是一些主角 通常都遇到奇怪的事 你不要管 出狼月貴人 歐二密德 他的能力其實是 歐二密德 他的能力其實是 歐二密德 其實簡單來說 我會馬上看到這個能力 歐二密德 開頭我想歐二密德 歐二密德 他是集所有能力之大成 他是一個騙塔 不是 他那個叫 歐二密德 他意思是 好像用以前的 人人為我 歐為人人的意思 就是說 那麼多 那個力量 那麼多人 每一個火具 說多的話就是Chinese功夫 內功傳給你一代 傳給你一代 傳給你最厲害 當年那些 全工獎的老媽 給了你之後 我給了80年功力 我都給你了 這些是金融的橋段 全工獎的 學了左右活博 但是 那個位置就是 我看到這個能力 其實 他這個能力 等同於就是 泰家人奔年裡的百倍神力 不過他是無限維持版 我覺得這個能力 強大的地方是做了什麼 對他來說就是 把身體能力 可以發揮到無限的極限 美國隊長 很厲害 簡單而言 都是一句話 天下武功為快不破 誰知你的能力是什麼 總之 我在你 迅雷不及掩耳的情況之下 在後面打你一場 不是 強化是他的 泛用性比較好 還有意圖一點 表演容易一點 他是那些 一拳 一來就飛走了 如果你這樣說 一拳超人 他就說 你給我掌握到花圈 你給我一拳 我就打到你去老圈 你不要被我駭中 而在這件事裡 爆豪就被一個有個性的犯人捉住了 然後在龐王冒了 出狗 身為一個無能力者 都挺身而出 希望他救回這個同學 甚至這個同學 經常欺負他 你看到這裡可以有些問題 你看到其他英雄在這裏 不太適合我 這裏不是負責範圍 或者等下一個來幫忙 他不是去到這麼壞 他只是說能力做不到 他只是說有一個 就是 我剛才想一下 我走過去可能會弄一些東西 我會賠錢 還是不要去了 這一個位置 其實一直在說 他很早就撒到英雄的本質 我們可以說 英雄它不是一個職業 它是一個稱號 它是因為 當你完成了某一些東西 被人稱為英雄 而人們對英雄的定義 就是英雄是不計較突失的 他信念那樣東西 是正確他就要做 當然你說這些東西的惡人都有 你如果去到極節 就說我覺得做壞事是對的 我任何壞事都做 那你就被稱為邪惡 就像Joker那類的東西 這裏也都是 其實他的例子就是 為何他會看得進出狗 就是出狗的行為 被他看到 一個無能力者都挺身而出 他要的是一個心態 他說你是一個無能力的英雄 你是一個喜歡英雄的人 但你比其他英雄更像一個英雄 在各項 真正做到一個英雄 應該當時要做的行為 英雄說話 英雄一定要贏 而那班英雄其實在計較的是什麼呢 我會輸 我會受傷 我也是打份工 又不是有錢收的嗎 他們可能有錢收的 又應該有錢的 但問題是你看到後面好像有些人 衝心殘廢的 打不打 不要打 這些會發生的情況 有些人打 你好像是 去到Tiger and Bunny 那些例子 有些人打都會照打 但是什麼呢 我是為曝光律 我知道 老公先走 走才去打 那類型是一樣 我覺得他們說 是要打贏 他們不是為了打贏的敵人 還要說誰先出場 還有就是他們贏 老實說,泰家仁賓尼甚至有中傢伙 你破壞吧,只剩那麼多幾棟大廈 我打贏你的時候我就更加威威了 那些分會更高一點 就是拯救人的時候 他們救人的心態是什麼呢? 搶分說,你搞錯,我其實不是想救你這個人 我是因為你這個人的附加價值的分而我想救你 而我覺得紅英里的Case也是一樣的 其實我打不贏的 我評估那個實力太人 其實我打不贏的就算了 都是等高等級的英雄來打 你去回一拳超人的其實也有類似的 出現了鬼級,我只是BCD來的 我當然是等A級來打 你不是真的要我打嗎? 英雄的定義是被扭曲了 因為一拳超人,光頭和單車路都會 無證英雄 真的會越級挑戰 走吧,不要帶他 他們真的有英雄那種信念 同出狗的東西 他覺得英雄 其實不用分這些 英雄不是計較打不打贏 英雄的計較是說 前面有一個需要我幫助的人 我就要他幫助 其實某種意義上就是等於什麼呢? Face裏面是侍郎的正義之伙伴 其實英雄的定義是這件事 對大眾的定義來說 你死了的人當然會說 不自律 你衝過去死了什麼? 英雄的定義也要你生存 好像歐爾密特說的台詞 英雄的信念要伴隨著生命相搏 你有實力的相負 至少叫做什麼? 你要被定義為英雄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客觀的 你要不顧一切衝前要拯救的人 而條件就是 你是可以死 但是請你拯救完那個人 以及殺了那個敵人 那你就可以稱為英雄 我可以認為我的雕像是去表揚你的 那你正確是做了那個行為 但是如果你衝過去 人知又救不了 敵人有無事死了的話 這傢伙是叫做 傻子 那不是英雄的 不折兩力 那些叫傻瓜 對 而因為歐爾密特 其實就看中了阿出狗這個能力 希望就是他承繼 這個就是什麼 典型其實就是沒有能力者 承繼一個有能力者的能力 通常他的理由 他這裏都是用回同一個理由 因為你明白什麼叫做弱者 美國隊長這樣 要是請做弱者 對 美國隊長就說 強者是不會理解弱者 他心裏在想什麼 只要你原本是一個弱者 你會知道弱者的痛苦是什麼 類似的 就是說這個能力這麼厲害 你不給你這麼厲害的能力的人 他在身上發揮會比較好 但不同 因為只有阿出狗 你是做弱者 你知道弱者的痛苦和負擔 所以你這個能力才會發揮出來 不是發揮出來 應該說 沒錯 我將這個能力賦予給一個有能力的弱者 是會更加更加強 如果你純以力量單位來說 他的確是會 最好的投資 但是他這個人他是不是明白 那份力量的意義 那份力量的意義究竟是你來做什麼 老實說我強者 他可能說 我變成新世紀神 他可能變成魔王 他可能會變成一個魔王 他可能會變成一個魔王 當然你不擔保弱者 拿到力量之後 突然會想 你一招得至於無能力 我終於得到力量了 這個知名騙你 傻仔 這個典型的例子 我會想到什麼 那個就是老老秀 有一天我得到力量 所以我就要做魔王 我覺得我比較提前 應該是夜神月 這個真的大魔王 這個時候 我只是一個美控 你不要這樣 夜神月本身不是一個弱者 他這樣分 所以那個故事裡面 他也是用回這個套路 就是說 你會明白弱者 你會不停抱著弱者 究竟會想到什麼 還有就是說 你不會因為你變強 當然他要不停去引導這個角色 你不會因為變強 而就會忘記了 如果你曾經是一個弱者 承受這些力量的先期條件 就是什麼呢 你要完全是有弱者的心靈創生才可以 即是你是要被欺負 能力越大 責任越大 對啊 然後死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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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設定 我也除了符合這個故事的主題 但其實那個設定也是一個 挺聰明的編劇設定 他很有可塑性的空間 即是他的能力其實是無限大 在現在的設定 所以同時就不會被他完全廢棄了 可以一開始打的時候有些自謀 還有一些飲藥性強的味道 但之後他想吹大一點也可以 你看到很多空間的 紅鷹 紅鷹是三本處裡面的東西 就是有情勝利熱血 即是他努力的東西 這些元素在裡面 其實首先就是努力 因為其實出狗本身是一個身體能力不強的人 對 One for all 這個能力 將你的能力匯化 而出狗的能力只是0.1 即是他怎樣匯化都好 不是0 0成不得0 所以對他來說他就要經過努力 去鍛鍊自己的身體能力 成為可以承受這個One for all的能力的人 其實他考紅鷹之前 就是要經過一輪的特訓 還有其實本身是在考驗他 就是什麼呢 之前老實說他有一個信念 他想成為一個英雄 他也有這個心態 其實在訓練的期間就是 他有沒有這樣的堅持 歐爾默特其實是想考驗出狗 因為他對成為英雄那種信念 他是不是可以堅持下去 因為信念的東西很簡單 我要發達 其實也是一個信念 那一刻 就是我要追求女生 然後下一個就說 我算了打遊戲 作為一個信念 不過這個信念 稍順即勢 這個信念也需要一個 所謂的行心去堅持著 去訓練 當然 在訓練之後 他能夠發揮的就是 1%的能力 去考試 其實這裏叫做什麼呢 他為出狗製造的危機就是什麼呢 他有很豐富的知識 但他的能力 他只用一次 只用一次就會殘 有骨折 有什麼殘兵 主角剛才聽到一發男 是這樣的 這才是主角的名字 一發 只用一次 其實他的考試 你見到 他的考試 其實一直在說英雄那種的定義 他的考試就是 打贏機械人 就有分 然後 他只是說表象的分 他沒有說裡面的 那個叫做 救助分 是嗎 救助分和英雄的表現 其實他一直沒有說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其實是挺 到位的 這件事 很正常的 當你擊破分OK 救助分零 英雄分零 你是邪惡組織的人 那些人 他在考你一個心態 就是說 我跟你說 你要合格 就是這樣 但是你究竟 你是想成為一個英雄 還是你想合格 嗯 當中裡面很多人都說 你考試 你告訴我 打贏一些敵人 就可以得到分 那我當然是打 而且他裡面也是做了一件事 其實 跟之前第一胡 開頭出狗 沒有能力之前衝向敵人 一樣 有一個超巨大的敵人 當然不打他 我贏就可以了 我夠分就可以了 這個敵人 不關我的事 其實 這件事 根本上是 在考驗那些英雄 究竟 那些英雄的後補生 他們的心態 其實 如果沒有女兒 都不會回去打倒 我覺得 不關女兒不女事 就算 她是一個婆婆 什麼都好 她都會奮勇地去救 因為這是出狗的性格 女兒也是點罪 而她只不過給她一個機會 她 就是同意一個 我終於能夠成為人生的贏家 伏仇者聯盟也有黑寡婦一樣 這個也是 總是要服務一下這些 對 有個女兒都要 對 出狗對她來說 就是考試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其實她在說 考試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但是 我想成為的英雄 不是為了入學 我想成為英雄就是 我想救助其他的人 所以她放棄了 她只能夠得一發的威力 而她用那一發的威力 去擊倒最強的敵人 然後拯救了這個 救助的人 所以她才能夠 最後我告訴她 其實她有履席的考試 50分就是擊殺分 還有50分就是英雄的數字 出狗在英雄的數字方面 其實是領先於其他的 即是夠了分 即是精神狀態很好 大眼肉體的能力很低 這種 很多學員裡 其實都是說 那些訓練的故事 以及出狗 如何開始慢慢掌握她 One for all的能力 危機也有的就是 One for all的能力 本身屬於傳承的 當你傳給另一個之後 原持有者 的能力就會慢慢衰退 不像本身衰退人 不過現在衰退快一點 因為她過了一些比賽 更加會 因為她胃已經沒有了一半 我們不知道 身體很殘 其實歐爾默特的角色 其實就是 她是一個導師 不是全功掌勞嗎 通常慢慢地 一旦傳給你 我會馬上傳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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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 你明白嗎 那些不是分階段收學費嗎 一次我給你 你還會來找我 當然要先賺點錢 而相應地就是英雄組織 其實這一套 所謂的英雄組織 和很多作品的英雄組織 其實有很多大同小異的地方 所謂的英雄組織就是 各個的英雄 其實他們的出發點目的 就是我剛才說過 他們成為英雄的目的 都是不一樣的 有些可能就說 我賺錢 打工而已 我有能力 我這個能力又可以成為英雄 我又考到 那我就打這份工 有些就說 我有另一些類型的目標 其實會是 其實我不是想做英雄的 不過我做英雄 補光率高 那就可以成為偶像 其實成為偶像才是 我最喜歡的目標 英雄只不過是我的副業 這麼熟悉的 這麼像我A級英雄的定位 這個在一拳超人裏面 很明顯的就是甜心英雄 A級第一位 對他來說 你們這些英雄都不太微態 做英雄做到你們這樣 好像是一本英雄是兼職 總之不要弄罵臉就行了 不要打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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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說到 好像行運超人 都是一樣 明星超人 天王巨星超人 他成為英雄有什麼 我是要搶鏡 天才穿雲 那些是什麼 沒有的 你都是說打完打 不要打臉 這類型 你說到Tiger and Bunny 那類型 都是的 宣傳才是我成為英雄的目標 打橫打了六塊面出來 帥哥 帥哥 所以你看到 很多這類作品 不知道為什麼 去到一些所謂英雄組織定義 英雄組織 你都會覺得 我總是覺得 他比一個邪惡的邪惡組織 你明白 這個邪惡的組織 通常是一個非常有組織架構體系 是非常之正確的 他有一班高層在裡面 然後底下那班邪惡的軍團裡面的兵仔 是一些瘦身的兵仔 很正常的 有高層 有中層 有前線的領導 亦都有一班兵仔 但英雄武的話 英雄全是各打各的 一對比這件事 其實大家也會看到 因為本身 所謂邪惡組織 是恆之有連 就是叫做什麼呢 最早最早最早的動漫 ACG作品 都一定是有的 通常主角可能只不過是一個人 或者是一組人 但邪惡組織 已經有很久很久很久的歷史 他們人才多 技術好 資金又豐富 據點又多 最重要的是什麼 邪惡組織 其實他們的理念 他們是很統一的 一個邪惡組織就是 他們招募回來的成員 他們永遠都是向著 同一個目標進發的 他們的目標清晰 他們的目標是很清晰的 除了反骨仔 即使邪惡組織裡面的人 大家不妥給大家 最多偶然拘捕大家的後腿 但是叫做什麼呢 他們都是向著那個目標去進發的 但是反觀你看看 那些所謂的正義聯盟組織 大家太有個性了 裡面的人 所以就很難磨合得好 他們本身可能是因為 某些需要才在一起 沒有需要就各打各 我發覺你們說的 英雄組織 一句定義 跟Pokemon的火箭兵團 和小智都很相似 小智的人就是這樣 不知為何會在一起 打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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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最多是 真的有隻貓 最多是 不幫對方 即是他們要one on one 但是 而正義組織那方面 所謂的正義聯盟 或者英雄組織 他們是什麼呢 他們是喜歡 在戰事的期間 大家拘捕大家的貓 省眉 他以製造的危機 而令到外面出現大量的傷亡 然後聖哥說 糟糕了 其實這件事我不想背貓 其實是很多依靈質 而熊英其實也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他也有類似 所謂的英雄 其實大家都不是 沒有的 大家各自為政 即是他們不是一個 他們心靈不要邪惡多英雄 邪惡組織那種是團結 一致 你叫什麼呢 這是一個常態 正義的人總會是 他抱著一套正義自己的觀念 就是這樣才是正義 很正常 一百個人是一百個正義 大家對正義的觀念是不同的 這個等同意就是 邪惡 是有一個固定的守則定義 但是正義呢 很多種 這個如果套一個理論就是什麼呢 靚是有很多的定義 但口仰是有共同的精神 通常去到那個範圍都一定是醜樣的 對 沒錯 所以 大家都知道正義是一件多麼複雜的事 沒錯 故事裏面 其實你說 很多的邪惡 通常就是正義對邪惡的組織 其實 紅英其實是走很黃道的路線 其實是走著 這一班 新世代的英雄 當然他慢慢團結 還有就是出現了一堆潛伏已久的邪惡勢力 開始衝動了 他就想打擊這個社會的英雄制度 故事其實現在一直都是向這個走向 其實做得很黃道的 我覺得其實是做得 但是你說 他好看的地方 我覺得這裡就是 每一個角色都有自己的 應該說他都有自己的負擔 那個理念那裡是寫得很清晰的 其實我覺得兩套對比的話 其實一拳超人和紅英 其實是差不多 雖然一拳超人出了很久 叫做田川重新重編之後 在兩個叫做差不多時期裏 其實兩套的近質是很相似的 但一拳超人是不會著重寫一些 他配過他的寫但不是重點 但這裏跟他每一班實施學生的背景都會交代 但你看回其實兩者裏面 他們都有一個很共同很重要的出發點 就是每個英雄我成為英雄的原因 出狗很簡單 純粹有衝勁 我就是因為想成為英雄 想成為正義的使者 對,想成為正義的使者 遲早成為英靈 Berserker 而你好像說 我們反觀一拳超人 奇欲 想成為英雄 我喜歡 一拳超人 他的用語是為興趣 我是為興趣 我的興趣就是想成為英雄 我成為英雄 但要考證嗎? 不知道 有需要嗎? 要領牌 這個就是什麼 如果你說一拳超人 我的心態是想成為英雄 所以他行英雄之道 英雄要考試嗎? 原來 你不要玩 你無牌的 你要被拘捕 你無牌收拾 這個就等於Civil War裡面 英雄要登記不登記這個問題 你要負責 你要為你所做過的事負責 所以才要登記 但英雄則在我們的定義裏面 則在我們通常一般看的作品 英雄一向都是不需要為這些 你看到好像漫威之後都在拍內置 英雄要登記嗎? 我反對 我支持 開大樓也是 很簡單 而你好像說 因為這兩套其實會比較近似 所以會拿來做比較 就好像爆豪 沒有 我是想做 我想出人頭地 本身我的能力高過你們 你們雜魚 我肯定做英雄 總之我要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強的英雄 但是他不是為了拯救人 他純粹是為了自身我想出名 你說好像無論其辱的徒弟 沒有的 其實我是為復仇的 我是為復仇的 我是為復仇 要找到那個人 而為什麼我要成為英雄 因為成為了英雄之後 找情報方面方便很多 他也是一個心態 當然你叫做什麼 只不過是因為我的對手 是一個邪惡的人 如果殺了他父母的人 是一個正義的英雄 那他最後是什麼 他便成為壞蛋 這是一個心態 其實說的就是 正邪的事情 只是你的對象 是正正邪 在社會大眾的定義上 在我唱歌 就像以前的舊年動畫 《武士佛林明拉》 《武士佛林明拉》 就是主角做一個正義 做英雄 因為我看特色片 我應該做英雄 但不好了 他的對手 邪惡的導致一個BOSS 都是看特色片大 但是我不是同情正義 我是要支持邪惡的方 然後做邪惡的BOSS 就是 可能一念之差 就會一個人走向正義的邪惡 即是玩渣故 你想入聯邦自乎 那是浪漫的自乎 因為這種的定義 其實他那裡叫做 紅鷹這類也是 所謂正義和邪惡 他只是一個階級 就是 你是英雄 你是英雄 還是你不是英雄 老實說 譬如有馬是英雄 他殺了一個人 殺了一個不小心 殺死了 可能說 波及倒 一個無辜的市民 他死了 他兒子說 是你殺了我爸爸 我殺你 對嗎 其實老實說 我是英雄 我救了很多人 你記得有規定 紅鷹裡面說到 你是英雄 但是法律規定 你不可以殺人 流彈 流彈殺了人 我明白 所以兒子不要做英雄 因為做英雄 就受法律規定 我出了一個龜波戲 那旁邊不好意思 有個朋友 撞中了魚球 死了 化成一流煙 那就是一拳超雲 A屎 B屎 都爛了 為什麼 他真的是英雄 他是正義 但是他真的殺了我爸爸 老實說 可能那個英雄就是什麼 他看到 所謂叫做什麼 這個也是 所謂叫做什麼 正義的夥伴 是一個不自實際的理想 就是什麼 我想拯救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 但是在UBW裡面 大家 正義的Face Day UBW裡面 大家都說 當你要拯救一個人 某種意義上 某個人一定是不幸的 Face Day 你在說 是 氣死他就可以了 UBW也是在說這件事 有三個人 一個死人殺了一個人 會救兩個人 總之 是最少的 最少的犧牲 去成就最大的幸福 總之 利補了 Face Day 就是 你救了一個 五千零一人的船 都要救一個 五千零一人的船 都會沉了 沒有可能的 這件事告訴你 即是你救不完 世界上所有的人 設置都已經告訴你 這件事是 Mission Impossible 然後他帶給侍郎 然後侍郎 又被這個理念影響了 最終就是什麼 他就省了自己 成為了英靈 這是一個 叫做什麼 文學幫的理念 你不可能救得所有人 紅鷹裡面 我覺得他之後 都會發生類似的事件 其實是會 有犯罪者的範圍 但是整個事 你益行不夠 跑不完 那麼多地方 一定會 一定會 正常 而這方面 我不說太多 紅鷹裡面的內容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 其實他套用的 黃道設定 就是出狗 如何用他的智慧 如何慢慢 去提升他的能力 去令到他 可以應對更加多的情況 而裡面 其實今集會說很多 其實所謂的 他這類作品的核心裡面 當然很多時候 一定會有一個角色 就是什麼 他是很不滿 現在的英雄制度 他覺得英雄 不是應該是這樣的 這個社會是扭曲了英雄的定義 當英雄是一種商業化的東西 或者現在的英雄 根本就不是在做英雄的事 只有英雄的名字 但是跟英雄沒有 即是他覺得 你們根本是解讀錯了英雄 這一點 即是在一拳超人裡面有 紅鷹裡面 也都剛剛 在近的十多話 也是在做英雄殺手 也是在做這個題材 不是 他家畢也是說 律師 也是反英雄 沒錯 也是在做這些 英雄不是應該是這樣 或者他們做一些 英雄法律規定做不到的事情 可能是灰色地打 還有其實有一件很悲哀的一件事 應該是甚麼 要成就一個英雄 就要有一個壞蛋 正常 你見到那些動畫 特色片也是一樣的 要有齊了賭者 才有英雄 要有殺打幫 才會弄滅出來 要有怪獸出現 才會出來出來 正常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 這個叫做手行 定理就是 當有一個很恐怖的力量出現 有一個力量制衡他 勇者 那個就是勇者 但是 這個理念 通常你說 很多所謂的神話裡面 也都有類似的角色 當一個邪惡被消失之後 你那個英雄 你不賭了 可能就是下一個邪惡了 他就是 沒有人制衡你的了 那我當然是誅死你的 所以其實英雄本身是一個很悲哀的存在 其實是一種 當然你說 現在未講到這麼厚 這類的事情 但是就是說 有正義的英雄 就必定要有邪惡的壞蛋 是的 而 無論好像紅英裡面的英雄殺手 他說的問題就是 既然你是英雄的話 你應該是可以阻止到我的 你阻止不到我的 你不是英雄 你是狗熊 當然他那個是很容易分發的 他說的事情就是 既然出現這麼大的危機 必然應該會有一個英雄的阻止 如果你阻止不到的 你就不是英雄 他不是說我的心態 其實是 某種意義上 他不是說一些心態上的事情 而你說好像一拳超人裡面 類似的例子就是 餓狼就說 餓狼的例子其實是什麼 他是不滿意劇本 為什麼邪惡一定要輸 為什麼邪惡是不可以贏的 看特色片 邪惡會不會被波斯打贏 不是 被超人打贏 不行 為什麼邪惡永遠沒有女混 為什麼一定是正義混了女 不好意思 嘩這個這樣 不要怪你覺得好些 那些人就是學贈給超人 也不學贈給怪獸 怪獸得人瘋 怪獸同理心 怪獸得人權 喂 外匯動物組織就會來了 你這樣想想怪獸的感受 這怪獸是群人轉了的紅貓改造出來的 都是稀有動物來的 不能殺牠 所以你明白另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之後的特色片 或之後的情侯組織 都有女幹部的存在 但通常都會賭歌 不是之後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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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每一套英雄作品 其實紅鷹現在都有面臨這種問題 就是 主角 好像那個信念 那個信念 是很多時候 你比起邪惡組織那個信念 那個必然的惡 是來得來是很虛無的 嗯 總之就是什麼 總之你不對 我不知什麼是對 總之你不對 不是 有一次考試是好笑的 課堂和考試說到 他們分兩座人的 一早是做正義的方向的大樓 一早是做邪惡的方向的大樓 要守著核彈 其實幾個班長也有說過 嗯 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做邪惡的方向是很簡單 他們就開了 很簡單 我不需要攻進來 我們就守著 就是做邪惡的片 是比較容易的 還有老師也說 其實在整場仗裡 做邪惡的一個班長 反而是最好的角色 就是代入邪惡的那種思考 去做 如何守著核彈 因為正義這些事情 其實都差很多種 邪惡只有種 可以做 正義是很虛無 尤其是在不同人看出來 OK 好像剛才炸彈的例子 就是有人字在裡面 就是炸彈有這麼大的客 首先出現一個什麼問題 OK 它有很多種的情況 救出人字 炸彈沒有爆炸 Happy Ending 但是如果就是什麼呢 切字 炸彈就行了 他 救不出所有人字 有人字死了 有人會怪他 為什麼你不救我 肯定會有個爸爸媽媽說 你為什麼不救我兒子 誰來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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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錯了 可能是馬臣說的 然後 你救了所有的人字 但是炸彈爆了 洞大廈的持有人會來找你 我頂你的肺 你救人還救人 你搞定那個炸彈 你搞定那個炸彈 那炸彈不爆的人字 就沒事了 不是啊 邪惡組織的老闆說話 我的兒子死了 雖然邪惡是老闆 但你也不可以殺了他 不是啊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 你知道就是 剛才說的 正義的實行 是一個很困難 叫做什麼呢 它要令到 所有事情 都幸福 就是你叫做什麼 所有事情都能夠 圓滿解決 大權的結局 是的 它是需要一個 很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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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實力 才能夠做到的 但是邪惡很簡單 他說邪惡就是什麼呢 我後期 我一天我隨便殺一個人子 我隨便砍爆炸彈 我隨便做一件事都好 我欺負一些事都好 我都贏你的了 其實我贏多還是贏少 反派心想 只要我不要太得戚 我剛才講了一個計劃給那個英雄聽 我就贏了 我知道 不要太多嘴 我知道 我知道 就知道不要跟著主角說任何話就行了 真的 一講一解釋就會輸 這條手側 我心想野硬 這次一講就會糟糕 而你看到紅鷹裡面的英雄殺手也是犯了這個同影無病 說這麼多廢話幹什麼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紅鷹本身都會面對 其實出糕的信念其實不是很強的 出糕的信念就是 他也是說 我是想拯救一切 他眼前所見到的一切 但知道這件事其實是不切實際的 人你只有一個 手你只有一對 你可以拯救的東西是很有限的 一個人可以拯救的東西 除非你是神 就像Oscar主角一樣 手你一對 人有一個 你拯救多少 你拯救不了 總會有犧牲 這個其實叫做什麼呢 很多時候 這類英雄作品 主角用這種信念 打臉 不是 其實是很虛無 其實你會覺得這個主角不立體 不道地 這個主角永遠都是活在歪歪的世界裡 總之就是什麼 人我救了 女兒我摟了 說幾句風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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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英雄電影 好像英雄漫畫 都很努力走出這個死胡同 我會說 他會很踏實 英雄是自知自己 做不到這麼多這類型的事情 他只是做他眼所及的事情 他有那個信念 這個也是 這個正義夥伴的信念 這個正義夥伴的信念 它是一個高 但這個高 是永遠不可能有人打得到的 總會有遺憾 但你只能夠力能所及去拯救 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 力能所及這個位置 究竟可以做得多出色 或者可以這樣說 這個力能所及這個想法 當然是有 現在的英雄片尾圓 都不是好像以前 他一個星期就出一隻怪獸出來 英雄打死了 那隻怪獸就完 很多都是 可能是多一點著迫 他的英雄本身的心態 例如他的成長 他的一些 我怎樣超越自己 由一個 我有心結的 有過去 很黑暗的過去 我不能夠磨滅的一些 我超越這件事 去成為一個 更加好的人 未必是一個英雄 或者所謂的真正的英雄 有些片段會這樣說 就是多些時候 可以著目於一個 某很虛無的 一個很強的人 一個正義的人 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怎樣去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即是你看到蜘蛛俠 我現在就夠了 又是救命 我就是救 今天弄到自己的工又回不了 我回不了 但野獄閉 野獄閉 先看一看情況 我要救救 救不到 救不到 沒有辦法了 我先走了 但紅英其實你看到 紅英其實現在著眼 當然可能是在前期 他正在著眼一個點 在現在的故事裏面 是出狗怎樣去不停解開 他同學的心裏面的黑暗面 你們要拉關係 因為結識很感到 混合了 可以組成團隊 有情 我現在太功利了 不要這樣拉 那種叫做什麼呢 他們是給出狗的 我可以說是 虛無天真信念 去影響 因為好像范田 范田那個問題就是 因為他哥哥被英雄殺手 搞到他不可以再做英雄 他想找英雄殺手出來 其實他的目的不是說 他想去解決這個事件 其實是為了 布施神 他是為了證明 他哥哥是一個真正的英雄 順手就拉下來了 當然是 這是一個復仇的心態 他不是為了解決這個英雄事件 當然出狗就喚醒了這件事 就知道說 我和這群朋友 其實他是為了我 才來幫忙 其實我是不是還要抱著這個心態 去作戰呢 就是他 換醒了他 想成為英雄的心態 較早之前 他說的 焦洞也是一樣 焦洞其實是 一直不肯用火的能力 左邊 對 因為爸爸 醜陋那邊 左邊 右邊 那邊 所以只是用冰凍的能力 而不用火的能力 這裏解開了 沒有所謂的 你就是你 即使你承繼了你爸爸的能力 他都不代表你的 即是你是自己個人 即是不關乎那個能力 即是不需要介意出身那件事 而解開了就是 焦洞他自己的生命 他就可以冰火不從天 他就可以 非常之厲害 這個不是超龍神嗎 冰狼火狼合體 激龍神 你說出狗現在最主要 現在裏面一直都在說這個問題 當然你說 我想不停是會 故事就是會 不停是衝擊出狗他本身 他英雄的理念 其實是 因為出狗的英雄理念 其實是很單純 他就是衝擊 他就是 看見別人的英雄這麼好表現 我也想做英雄 我想救人 因為他在少年時 看到那個 他就是說 這樣就是真正的英雄 可以拯救一切 像Tiger Buddy 小時候看到那個英雄這樣做 大家都這樣做 沒有 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類型作品 如果寫得不好 其實就純粹變成正邪大戰 很純粹就是 你打我 然後我爆氣 你爆氣 我又爆一爆 它有好處 至少你見到主角 和其他角色 不會突然爆氣 它能力就是這樣 它不會突然有一個超人 會出現 一情況會變成 一模特兒 其實一模特兒 它現在還是很不穩 我覺得那One for All的能力 其實是太直接了 其實現在是沒有什麼特色的 其實現在是 只不過是 令出狗的戰鬥好看一點 現在的特色反而是在於出狗人本身 他有一些Database的東西 用他的字謀 就是小小的 去怎樣去戰鬥 Winfor all的應用反而比較少 但我明白除了他的能力越強的話 可能變成完全的重法 是甚麼強法是 他只需不需要知識 殺人而已 他打敗你 我需要知識我不用的 但其實我覺得這方面 現在紅鷹這方面是弱了很多的 鏡花剛才所說 對對手的了解 這方面是現在越來越弱 博弱了 你初球班校大戰 你用學生知識我知道 但你後期學生 敵聯盟 我沒看過敵人是甚麼樣子 我有甚麼知識 出狗其實是屬於那類型 就是沒有能力 但他的觀察敏銳能力 是很典型這類無能力的主角 沒錯他的基礎能力是很差 但其實他是有超煩的觀察力 他可以憑一些端例 去看得出究竟 這件事是發生甚麼事 而做得更加成功就是甚麼 你可以讓觀眾都可以去發掘到的一些事 但現在很明顯在這方面是弱了很多的 沒有 他的節力已經分了給隊友 你不說嗎 即是他發訊息給求狗 他發照片 人家一看就說 這個位置我先去救你 反而現在他出狗 真正是變成了一個甚麼呢 一個正義笨蛋 熱血笨蛋 尤其是英雄殺手的事件 告一段落之後 我頗擔心這套事 雖然他這樣做下去的人氣 不會低得去哪裡 但其實我覺得比起他開頭的吸引力 其實是弱了很多的 你記得他開始陪了一些二線 或者其他配角 我至少覺得OK 即使主角看不起也好 你又有其他角色防你受惠 即是撐得人氣 或是這麼說 他越來越偏向少年漫畫 那種我越強越強的 我越強 就要弱一點 非力量給朋友 即是我打贏一個敵人 敵人就強了 我再成長 我再打贏你 其實觀眾會留意到 這個題材好像很容易寫 但其實這個題材是非常難寫的 所謂正義英雄 尤其是你講到的信念 即是正邪信念的對決 其實是很難寫的 即使你寫到是甚麼 我們跳遠一點的電影 蝙蝠俠那類型的所謂正義 其實都是很難寫出來的 因為那個界線實在太難了 即他要寫這件事 就變成是寫心理器寫得很重 而戰鬥器就會很薄弱 近香港蝙蝠俠其實你會發覺 其實真的不是很英雄的英雄片 他真是一個 其實是兩個爛仔在打架 其實真的是理念的衝突 你覺得蝙蝠俠真的很英雄 他只是彌補自己 如果你說這個故事日系 我不知道該怎樣 如果他只是看日系的作品 他都做不太多看 日系的作品在這方面 有些缺點是很大的問題 日系的作品通常是點題 之後他就會回歸就是 打 我不管那麼多 總之你不對 強者就是意志 但是一拳加點口的稅 然後你就說 我信念你崩佩了 我屈服了 你覺得很適合 就是這樣的 總之就算我死老爸死老母 死了全家都好 老婆子女全部都死了 然後主角告訴我 沒有用的 你這樣是不對的 你說一下 你殺了多少人 你這麼像赤龍戰記 我知道錯了大師 complaint 之後他突然變成閉嘴 通常那一幕都是 我經常都會這樣形容這一幕 當主角這樣大聲地咬喳 然後那傻的人會一秒一即跟我 覺得說 好像有點道理 然後者那拳就拉著 然後變成八朵 沒有啊 你就失敗了好不好 你說大不了 你贏了 你贏了 我其實很擔心 這些456 engine作品 其實我真的很認真信念 就是 我有一個很強的理由我要報仇 你看到最新當萬威新版夜魔盒 夜魔盒經常被人打殘 回到去殺人不要緊 我再打過你 你這個城市還沒好 你們都阻止殺人 我一定要先散除你 兩面送你都不會這樣 每人打拳 對不起我做錯殺人老婆是不對的 不好意思我不會這樣 我想其實現在就算是萬威那類 或者DC DC就比較多 六戰俠 他在說正義遺和物 萬威就是去走那些邪道 六戰俠近幾季都會偏封的英雄 但紅英局的案子其實就是 所謂正邪大戰報告 其實是一個大運戰 當中我覺得就是 開始就會說真是信念 其實究竟邪惡為何要恨惡 正義用究竟用什麼信念 正義如果他純粹用這個信念 是什麼呢 你是惡惡打賊 你殺人不對的 朱姐說 我遲早認識你機 那些死人東西 我覺得就說 老實說你不如不要說話 你不如 所以我看好英雄殺手 他留了一筆 英雄殺手未死 可能之後會開導他們說這些 唯一現在的論點就是 英雄殺手 他喚醒了 那些人對英雄的定義 其實他現在做到的勢 是很有civil war的味道 很有civil war 就是說 英雄究竟是什麼 而且老實說他以再深化的 英雄究竟是否需要負責 其實都弄壞了所有事情 老實說 英雄大了 你以為你真是 不用付錢嗎 英雄吃飯都是要付錢的 保險賠 所以剛才說 巨大化好像很厲害 其實很有問題 你弄壞了多少物 你要賠錢的 所以我覺得 紅鷹現在這套 暫時的走向 其實我是很擔心 是走了去黃道 因為現在我看上去 他一直都 開始在深化的 因為我看到作者 都是在深化的 英雄的表面 要怎樣去面向觀眾 面向這一班這樣的市民 他們要做些什麼 尤其是看到 前最新兩馬就是 出狗他們能夠 去捕捉到英雄殺手 但是他們是犯了規 犯了所謂 他們定立英雄的規條 他們沒有牌 要不就騙你們 要不就騙你們這次的公職 要不就公佈 但你們要受懲罰 你們選哪一項 還有採折三八三個 公職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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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其實不是想要封鑲 這項其實 最後現在說到 英雄其實是 簡單來說 其實是 英雄其實是為了自己的理想 只不過這個理想 和這個社會大眾的期望 剛好一致 而你成為英雄 而這個的反轉就是 你成為了邪惡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對 當英雄有制度 有法規 之後這個作為英雄 英雄殺了就是這樣 他不滿意 這個規則制度才走出來 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 今集雖然你說是 雄英為主導 因為雄英其實是一個比較新的 我也想介紹給大家 都值得一看 雖然 他的打鬥畫風 我覺得其實也不錯 最初的智慧 智謀 其實現在還有 還能保持這個水平 但其實 實際上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不同類型的英雄作品 最終都會回歸 回歸就是 沒有的 打 更強的敵人 更強的能力 修行 的套路 希望雄英不會走回這條路 因為東方很喜歡這個聖者衛王 西方不會這麼說的 我想我最期待的是 很多Jump的漫畫 現在開始 新一代都已經 不想再觸碰這個話題 他覺得這個話題太難說了 他不再經歸這些 或者太老套 他覺得這些很難寫 已經刺不到新的讀者 但是 我的英雄學員 他是願意走回這條路 他嘗試用一個新的包裝 去包裝以前舊王道的故事 但他走得多遠呢 我就很期待 他肯定寫 他肯定寫 他看到他有擺位在這裡 去怎樣去說 所以其實 值得 留意這套作品 沒錯 這是最值得期待的地方 作者的功力 去把這個新世代的王道 推到多遠呢 我們拭目以待 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